而另外從今天開始 就是連續四天的國慶連假了 臺鐵高鐵以及國道客運 都啟動了加開班次 協助人潮的疏運 而高工局提醒 今天十月十號會是最塞的一天 提醒您提早出門 並且隨時要留意路況 雙十國慶連假放四天 下午三點臺鐵右臺上就已經 擠滿拖著行李趕著搭車回家的旅客 說實在這次的雙十截比較難定 你等一下去買的話是有座位的嗎 我想應該是沒有座位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要用站的 放假了第一天 今天下班以後到明天中午之前 中長途的對號列車的票 都已經售完了 應一連假疏運 臺鐵在國慶連假加開215班次 預估高峰降落在九號十號 預估每日會有八十三萬人次搭乘 臺北轉運站下午出現大排長榮 想當客運的旅客只能現場排隊 等待不位 連假期間國道客運每日預估可提供一萬兩千班車次 所有的業者都會激動增加的班次大概一層到兩層 排中為例 像從下午大概五點半到晚上幾乎班次都已經客滿 轉運站也加派人員指揮呼籲旅客使用APP購票 不過手機APP一整排滑下來 客運多半都顯示已秀完 至於國道在下午四點以後 北部南下路段車潮開始出現紫爆 高工局預估真正的塞車高峰在十月十號會是最塞的一天 尤其國五路段最塞可能塞到十一個小時 那大概這個車潮大概在八點後會逐漸疏解 那整天的交通量大概在一百零五百萬車公里 大概比平常週五的交通量 大概增加百分之十的一個流量 國慶連假前三天 凌晨零點到五點國道暫停收費 最後一天只從凌晨延長到上午十點免收費 其他路段則單一費率 國三新竹到燕潮路段再八折 十號上午國一內湖頭份 國五南港到平林等南下路段 都有實施高承載管制 不過車上有孕婦的話不受高承載限制 記者陳淑明 陳柏宇 王新中 台北報導